我幫你拍照 好 所以這次沒有發動錘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 下一場是最近的天文曲 從黑洞開始 我們問到主題 這個應該是今天的最後一場 前面還有很多位置 所以他還是可以 前面比較多 這是改訊息 好 大家往前處 然後 是天文黑客送 其實認識比較淺 我知道之前有用過MASA的資料 然後 算是天文黑客送 那我找到這是 是天文黑客送 今年的電話 現在應該有的 這個是 不可不可以的 很難以為 是 無程接 發展 十四年 好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下一個小明星來 哈囉 各位來看熱鬧的小明星 大家好 我是書記好 然後我這場演講會以角色扮演遊戲跟黑石頭頭遊戲的方式進行 然後不知道在場的各位有沒有聽過 有可能知道一個叫修登庫克博士 修登庫克看 對對對對對 現在有人知道 就是他學的是一個美國移椅 一個人類的一個人類 然後他曾經講過說 世界上最強大的顯示卡是人的想像力 所以請各位講一下 我現在是一個遊戲實況主 在玩一個遊戲叫 黑蛋的香功靈天文學大冒險 然後各位是聊天室裡面的小明星 OK 都可以講話就是我 也是可以 主要是我卡關的時候很開心你忙 好 那就直接進入到遊戲裡面 他這邊用說先閱讀遊戲說我們才可以繼續往下走 那就 點一下 來 黑蛋 歡迎來到小明星的一次 當你在門上看到這個符號或那個符號的時候 那可能需要在目前房間達成結束條件 才能前往其他條件 這個符號應該就是通往這個方向 他那個門上有的存 然後這個符號應該是在往下的那個房間裡面 就能上的可能 這樣子存 然後需要大的接觸條件 然後你可以按PSC打開你的地圖 然後注意逃脫預防 那當我關掉的時候 門都鎖著打開 然後先按PSC 大概地圖是長這樣子 大概只有一個往下的房間 OK OK 那今天我到這個房間裡面 那邊的桌上擺著一個包裹外像動物園 Nuniverse的入場圈 然後牆上貼著一個園區特產 Fairable Star Road計畫的照片 然後通往左邊那個房間的門上面的鎖著 他說去輸入兩張你所分類的照片 才可以通往這個房間 然後這邊讓你找入一個箱子 那如果有玩過閒電俠站 或者有一些角色賣移模式的時候 通常喜歡在別人家裡 翻箱倒櫃去搜尋一些 鹹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 所以就去搜索吧 OK 然後現在到Google 然後這時候房間裡面 黃萊文彌之音 說 恭喜你獲得一個道具 叫做 維度穿梭機 然後他意思就是 你雖然還是在這房間 但是你可以借這道具 穿梭到一個叫Google的空間 讓你去搜尋想要的資訊 OK 那我們 大家有看到一個 奧羅萬象的動物園 顯然是想要去前往這個動物園 OK 我用Google去搜尋它 按照一個這個網站 按照一個這個網站 OK OK 那第二個題是說 它是有一個特戰 然後 Variable Starroom的計畫 然後我知道計畫的一名叫 Project OK 那我們就找 Project 然後這個下面有 真人包覆外想 不知道什麼東西 OK 那但是這邊有搜尋 然後 他說 Variable Spot 那我都要搜尋吧 剛好看到這個 好可以知道這個頁面 這個頁面在 在上面 有些奇怪的圖 OK 它上面寫著 請幫我們決定 銀河系中心有些變形 是哪一種種類 OK 那 有個 Mo 好 哇咧 嗯 我的時間太多了 我是屬於實戰型的玩家 所以 跳很善一夜 嗯 欸 Bestia好像應該是馬上可以開始遊戲 可以 欸很好 我那個 入門的 教信長教學 嗯 它這邊提到 欸 好 然後來個什麼東西 藉由 剛剛的道具 Google 嗯 光變曲線 呃 看了一下Vidic的解釋之後 大概 瞭解到的是 平衡學家 藉由汪姆敬收集到 呃 不管是哪個波段 比如說 可見光波段 同外個 X光波段 忘記 然後收集到 星光隨著時間 星星的亮度隨著時間的改變 的一種曲線 就是 星星的亮度 左邊這個 然後隨著時間的改變 這個 的一張圖 的一張圖 叫Lighter 然後它下面講說 它這個圖的原本的觀測資料 也能長達 好幾年 然後它用一個 詞叫Fold 然後把原本的 呃 觀測資料把它做一個Fold的那個 動作 然後 欸 猜想大概是 它 因為呃 那麼多年的 呃 觀測資料都很難看出 它這個星星的變化 跟落緣它的變化 然後所以 天工學家們就用 一種 就是 某種分析方法 先得到 這個觀測資料裡面 那個星期的週期 然後 再根據那個週期 把整個 觀測資料 以那個週期去切斷 比如說 呃 這個觀測資料 是一年的觀測資料 然後它的週期是一天 然後就把 切成365 的區間 然後 在每個區間 它又 把它切成 比如說 20個區間 小區間 然後 第一個週期區間 的第一個 小區間 跟第二個週期區間 的第一個小區間 意思類推 把它結合去做整合 然後 這樣子 呃 結合的結果就是 你會得到20個資料 OK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猜 OK 然後 它 所以說就是 它這邊秀出 這張圖的結束 那下一步是什麼 好 這邊還有講說 因為 為了讓 玩家比較好辨識 所以它是畫兩個週期 嗯 這邊的解釋呢 是說 欸 這個遊戲的任務 大概是說 它這邊有些隱私分類的圖件 然後這邊可能會秀出一些位置 要我們去做比對 要看它去規類到哪一個 嗯 這邊的解釋呢 就是說 原本的星星 它的亮度 的觀測資料 它把它做一個變化 然後就是去呈現它 頂 是代表說 原本觀測資料的中位數 然後 它在那個中位數上 下是震盪 然後 左邊呢 它 左上角呢 它會有 顯示這個變化的周期 然後 這個周期可能 對 可以去辨別是哪一個 呃 變性 種類是一個重要的依據 然後它說 欸 右邊等一下可以看出更詳細的資料 OK OK 然後這邊是說 為了去 方便辨識 就是要做一些 呃 明天說服啊 之類的 OK 那 那我們就先看 這邊有一些 欸 左邊是一張圖 然後右邊有一些 分類 但是我太確定 是什麼 分類 然後看一下 這個叫RW RW 或CIFR 的 呃 變性 所謂變性 就是它的量度會隨著時間變化的一種性能 然後 它的 左邊是RW 然後它的 變化的圖形 它是 呃 方向下 然後極速上升 方向下 然後它的 周期性 稍微是 變化是在 一邊下 然後 在右邊這種CIFR 它的 變化是 差不多在三邊 或是到一半邊 MERO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 它下面有解說說 這樣子的 這種星期的 變化周期 大概是在幾百邊 可以做一個分類的 一種 可以做一個分類的 然後再來是PIRELY 英文我倒是雙星 然後它可能它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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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光變曲線 是長得它突然 會突然 會突然的升高 這邊說明說 on usual 它就是 它 不在剛剛上面的分類 然後它 波形還蠻特別的 會被分類為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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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是個雜訊 它的周期性 是不可靠的 呃 它可能是 呃 這邊的那個 誤差的範圍 它可能 誤差的變化大於 它這個整個 變化的範圍 或者它看不出來 一個 模型這樣子 呃 所以 呃 這個遊戲的論文就是 左邊有一張圖 然後邀請玩家 或者所謂的 空母圈的學家 上一種學校 去協助 去辯別 去歸類次 哪一種 呃 變形的分類 那這邊有沒有 呃 呃 呃 聊天室的 然後 嘗試一下 呃 成為 ID為 H01234的 大家放 有沒有 它的左邊是 暗圖 然後 它的周期是 0.25 左右 所以 是不是 那個 RRI RRI 因為它是 周期短 周期短 然後 OK 那就 對 對 然後選 沒有 所謂的天文學家 有沒有知道的 所以才需要鄉面 來辦一件事 因為它 我看我一下 角色 其實它後面就是 它是相處 會秀給不同的人 就是 對 對 它不會一個人的 判斷的依據 然後再來第二個 有沒有 有沒有鄉民們要猜一下 好 Mira Mira OK Mira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距離看很像 很像 Mira Mira 之外 沒有 可能 對 他們 跟我說 有 有 跟 有 你看 好 明明就 其他項目的小方 好 那就好明明就 OK OK 我們現在成功就是去幫這個平台去辨別 剛剛所輸出的兩張照片 OK 然後這邊這個房間就解鎖 可以前往下一個房間 好 這個房間裡面 有一個NTC 藥書小書 可以看到它 然後前面有兩個箱子 然後通往這個方向的左上面說 請檢驗幣重現XROM的研究結果 然後往這個方向的門上面寫說 請交交XROM購買費 然後先跟NTC交談好 這次NTC說 恭喜你解開公民科學的成就 然後所謂的公民科學就是公眾去參與科學的研究 然後以天文學來講的話 從早期的業餘的専門探討者 他藉由自己的比如說10公分或20公分的小型望遠鏡 然後協助大型望遠鏡的資料的後續追蹤 然後再來是 就是在比較近代的 有些群眾會貢獻自己的電腦運算出現 協助一些大型望遠鏡計畫的資料分析 然後再來就是像剛剛的那個NUDELUS那個平台 它提供一些不同的 除了天文的計畫之外 還有其他各種計畫 各種領域的計畫 然後用藉由公眾的辨識能力去幫忙去區別一些圖片啊這樣子 然後蘇小師就說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公民科學更進一步 這時候就結束 與蘇小師的對話 然後這邊說要 往那方向要重現聯絡結果 但是要往那個方向要購買 費用 那我應該會知道 我想要先讀過那一篇論文才能知道它要怎麼重現 但是我現在又沒有購買 但是那邊有兩個箱子 然後跟住完研究 我都可以從箱子裡面拿到寫字 誒 404 這意思應該是箱子裡面沒有東西 好 有一個箱子的符號 我再拿到規則 所以 我們用這個箱子去繳研究 通往這個方向的那個鎖的購買費 進入之後 他說如果要往這個方向前進的話 他說請輸入內部人員的密碼 底邊取得該研究所需的觀測資料 及程式碼 哇哩哩 我沒有這個密碼 那我怎麼辦 卡關了 然後回到上面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趁當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去到這個房間裡面搜索 然後在那個方向上面的鎖頭上面 去弄一弄 我發現它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出現隔絕名 然後這時候房間又傳出一個名字 公信獲得 公信獲得 來獲得 裝備 這個裝備 是 全科學界最強的外掛 叫做開放科學 然後所謂開放科學 是 將 開放 科學研究 從 它資料搜集到入門產生 整個過程裡面 它所有的資訊都公開給大眾的取用 然後 然後 然後有了這外話 我可以就直接通往左邊的門 就不用理剛剛講的 這段話 ok 我們到下一個房間 這邊有說 與NPC塑膠塑膠檯 再來是 那邊有個字條 上面所寫的 到 SCL尋找 是提升 Scientist 然後通往那個房間 它的 密碼所上面寫的 請 輸入 庫克福樂邦 唐…… 繪之的 許縣 不太懂意思 先照小數小數小數大剛好 小數小數大剛好 嗯 是不是 自己跳錯過 SCL 它的選名是 Stravisory Source Tech 它是一個平台 專門去搜集 跟天文研究相關 像它的程式碼的一個會計平台 比如說前陣子最火紅的黑洞影像 它用的程式碼 黑洞影像是由我們就叫 世間世界的望鏡所觀測的 然後它的資料和其它的程式碼 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去找到 然後包含它去連結的低號碼 或者是它在哪一篇論文中都使用到 或者是它原本出現在哪一篇論文 在這個平台上面都有一些記載 然後 OK 結束語數小說的挑戰 然後它說 到SCL尋找Citcent Scientist 那我就想說把這個關鍵字當作 然後 SCL的 SCL的 有三個選項 然後 它說是要去找 克普勒 所以克普勒應該 大概是第三個 這邊有克普勒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Duck 我知道這可能是可以看到它的文件 這邊可以拆除 某一個可能是個忘記的地方 然後它可以用它過去分析它的方便曲線 好 然後按Trestle 嗯 這個東西看不懂 誒 這邊似乎是剛剛 提到一個一串奇怪的數字 這個 然後它所繪製的曲線呢 哦 是這個 然後這時候名字已經出來了 你在聽說 克普勒是一個 專門去尋找 系外 就是太陽系外 像太陽系那樣子的顯現系統 然後 這個 它其實就是 類似太陽系的那種 太陽系系統 然後 就是針對它 忘記對它做的方便曲線的觀測 就是說 它原本 它的星星的亮度是這樣子維持一定 然後突然在我的時間點 突然下降 上升 然後 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 看過金星靈日或是 或者是 月時或是日時 如果看到 就是類似這種現象 就是 它那個 有一個 類似太陽 然後有一個星星 它 屬於太陽系裡面的星星 經過它的時候 突然 減掉它的光 會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跟剛剛在那個 Nuniverse的那個 範圍的選項裡面 有出現過 OK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曲線 可以先往下 這邊有一個人 像是 跟蘇小福交談 然後有一條蛇 在那邊 不知道在講什麼 好 既然不知道 他在講什麼 那就先跟 很明星蘇小福交談好 OK 這時候 這時候蘇小福說 他在2015年的時候 剛好有機會到 美國的馬里蘭大學 在一個城市 差不多六七個月的表情 學術研究 剛好趁那個機會到 他在 9月份 9月10月的時候 2015年9月10月的時候 他在那裡有 有舉辦一個叫 Sharpe Week 活動 這是什麼活動呢 它其實是在 它是一個 微習五天的活動 然後 每天的上半天 都是在調 關於 天文的資料分析 然後 比如說拍攝去 分析 處理天文的指標 或者是 資料視覺化 或者是 現在很 日本的 機器學習 然後下半場 就是所謂的 都是針對於 天文研究人員 或是 天文教育人員 他想 在那個場合下 一起去寫多出 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 初小時候 那時候 就是在 參加這個天文 然後 他做了一個專案 是跟 他自己 博士論文有關的 一個專案 然後 這時候 前面出現說 二月四川 然後 還有一兩個選項 請了解更多 初小書的專案 先打工 然後 現在時間不夠 等下 先 先略過去打差 現在時間 先略過去 等下 再回去看 然後 這時候 打差的時候 然後 蘇小書給我的一個字典 叫 爬梭語 大家來學爬梭語 OK 然後 所謂的爬梭語 看了這個字典之後 跟 這隻蛇對話 然後 了解到 他在講什麼 他講的是 拉近群眾與星空距離的社群 OK 那我就再藉由 我們的Google的方式 我看到這個字典 我看到這個字典 這個 這個應該是一個 叫 PiCom 台灣的 2019年的會議 然後 他 好像在 9月20號 21號 去辦 20到22號 去辦 然後 這個會議的 應該是這個 某一個議題吧 然後 他在第三天這個時候 或許可去進行 然後 主要的 關鍵在於說 請 輸入 誠信共同創辦人 VI Costpartic 找到創辦人是吧 他這邊說 講者是 這個社群的共同創辦人 但是他不是姓成 那我再接用 補扣小方式 好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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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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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